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周一播出的画面显示 该国多个地区都在推动征兵工作 大批应征入伍的男子登上了开网军营的巴士 根据这次的征兵动员令 大多数18至65岁的俄罗斯男性都被自动算作预备役人员 与此同时 还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男子 为逃避征兵而选择逃亡哥鲁吉亚 芬兰 哈萨克斯坦等邻国 有的甚至举家逃难 在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边境都出现了车辆大排长龙的景象 在西伯利亚城镇乌斯基伊利姆斯克 周一还传出了征兵点枪击案 一名枪手在征兵办公室内开火 人们惊慌奔逃 现场传出尖叫声 枪手随后被拘捕 而在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 甚至还传出了当地的乌克兰人 也将被征召加入俄军的消息 面对国民的逃离和抗议 克里米林宫周一表示 尚未决定是否关闭俄罗斯边境 但承认错误发布了一些征召令 将会予以纠正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严书综合报道